黄金商场买屏幕除了选择牌子和款式之外 最重要不是看价钱 是看哪间店可以做色彩测试 跟它说明要零死点零光点才肯收货 因为三点以下的死点和光点 厂家都会觉得是正常的瑕疵 它是不会跟你修理或者退换的 那你花钱买一个新屏幕 当然是不想买到次货 白底 OK 漂亮 红底 OK 藍底 OK 黑底 OK 没有 没有 今天拍开箱片 为什么要拍开箱片呢 因为开箱片不用钱 你是不是都买了一件东西回来 买了一件东西回来 拆开箱片 然后就当拍片了 为什么在厨房拍开箱片呢 因为这个厨房已经被我老婆占据了 你知道这些恶人多 恶人多 他帮了一个厨房 不要跟他争 有什么呢 有个架 有些线 看线多长 一般送的线 就是撕半 撕半的线 除非你那些位置很近 稍微软一点 又或者你有时要 退个电脑出来 或者退个屏幕出来 都是不够用的 所以这条线 就是快的 撕半的线是没用的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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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折线 跟着 跟着 外折火牛 其实我都不喜欢外折火牛 就订一件东西出来 这么麻烦 哎 不过它是要 做外折火牛出来 没办法 不是这么说 一条线 最好就是 整条线 看着手机就搞定 有几只外折火牛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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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宿公的屏幕 这个屏幕的解像度 是1920x1080 全高清 27寸屏幕 不买2K或者4K 因为不够眼 就算说给2K或者4K 眼睛都是看不够 太小的东西 其实就不是不够压 其实就是不够钱 因为它便宜 1300多 如果是2K或者4K 2K屏幕就去到2600多 4K就是3000多 才有交易 其实便宜 它有什么输入呢 有HDMI 有VGA 这个是电源 这个是耳桶 后面有一粒 Joyce的 后面有一粒Joyce的 控制输入 慢慢教 收回螺丝先 丁屎那么小 好 收回螺丝先 好 建议插这里 可以插头部 收回HDMI线 特地买了一条 3米长的HDMI线 50元 买HDMI 1.0 不用买2.0 因为是1080而已 不是4K 4K就要买HDMI 2.0 本来开关 调光暗 设置 又要用手 反过来 在手上 反过来 摸 摸 摸得很顺畅 没什么问题 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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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 摸摸 右上角 右上角 有1.4点 1.4点 在角度上就算了 有点 当自己不够眼看 但多用几个小时 发现不止右上角有问题 就是 近上面的中间 有一点光点 有点红色的光点 这么抢眼 还有这个 螢幕的底下 顶色暗了 在哪里 细细暗了 不知为什么 三星都会做相机这么差 反而我以前用一些 假牌子 高板端强的鞋 它不是很容易 这部相机 真的不一样 算三星比高板端强 对吧 那个边缺的鞋 下面的鞋 是暗了 左右就没有很明显 下面的鞋 下面的鞋 就是暗了 看看这边 总括来说 三星牌子出的屏幕的质素 竟然比国内牌子还要差 令我非常之失望 如果将来大家试机看昔版 记得找多几个朋友去 一对眼是看不到的 要找多几个人 几对眼一起看才不会出错 我们的留言板已经搬到会员专区 想成为我的粉丝 支持我的创作 请按下这个链接 未成为我的粉丝的朋友 都记得订阅分享 给多个like 再按下这个钟 就会知道我何时会再出片